青磷退場現在發酵了嗎 現在快息輿情就分析了青磷跟青綠粉磚的戰鬥力值 我們今天也看到的是最近因為臨場組的議題很好 那麼現在在網路上青綠跟青磷的粉磚他們的戰鬥力的分析值 首先看到青綠粉磚是來到了25.2% 至於青磷的粉磚則是74.8% 不過特別注意到的是兩邊的懸殊真的是蠻大的 青磷粉磚呢他們主攻的就是臨場組 環南市場跟會長 很足以見得就是這次會長直接洗臉臨場組的那一段 那麼青綠粉磚呢 他們則是主攻柯文哲跟疫苗 甚至是北農的疫情 那麼現在隨著臨場組事件發酵 罷免臨場組的社團粉絲量也開始暴增 與其聲量就分析了 藍白粉磚的戰鬥力現在飆漲的是綠粉磚的三倍之多 那我們就帶你來看到的是聲量的比戰圖呢 林長佐是來到了46.3% 柯文哲則是39.2% 現在聲量的快息 瑜琴就說林長佐還比柯文哲還要高 尤其在自製會長嗆聲之後呢 林長佐的討論度更是居高不下 而現在呢 青綠粉磚主打的是 環藍應該救救的是柯文哲市場 他是不是呢 沒有把它做好 再來呢 青藍的粉磚則是攻擊林長佐 沒有來幫萬華人發聲 而兩邊現在的戰鬥力 似乎都是加緊火力狀態